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6000万居民这个星期就会遇到冰点的气温 包括Kansas City, St. Louis,孟非斯,纳许维尔和亚特兰大都会领略出冬 在中西部大湖区冷气团将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密西根州上半岛地区和威斯康辛州北部已经发布了冬季风暴警告 19号还会有4到8尺的降雪 气象局报告 大湖区的个别地带由于水汽丰沛降雪可能会高达1英尺 那么东部许多地方呢 不但气温较往年比此时要低华氏15到25度 风速也大 感觉会更冷 纳许维尔气温是华氏55到60度仍然会给人刺骨寒冬的感觉 这是纳许维尔 那么18号亚特兰大的温度将会低于纽约市 最高不会超过50出头 到晚上连这个Arkansas和Tennessee他们南部地区的温度都会降到只有华氏20几度 好接下来看一下 这是有关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集团有可能破产的消息 那么由于该行日益增加的偿付能力困扰 引发市场对于欧洲是否会重演Raymond Brothers破产事件而担忧 总部位于瑞士苏黎市有着166年历史的瑞信 是西方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银行之一 目前瑞信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 业务横跨传统的商业银行 投资银行 私人银行 共享业务等 员工规模将近5万人 在2022年全球银行规模排行榜上 瑞信排名第45位 总资产超过了8920亿美元 近日瑞信突然成为全球市场的焦点 有关它未来是否会破产的猜测越演越烈 市场开始担心 瑞信可能会重蹈2008年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的负责 后者引发了自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 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导火线 好那么昨天才和听众朋友们播报有关英国新首相 很可能会被拉下台 因为金融政策的应对不佳 而英国新任财政部长在星期一宣布 全面收回英国政府税收和支出计划 以努力抚平市场恐慌 并且恢复政府的信心 上任只有四天的Jeremy Hunt 说他将推翻其三个星期前宣布的几乎所有税收措施 他说这一个惊人的逆转将使政府增加320亿英镑的收入 从2023年4月起削减所的税 基本税率的提议已经被无限期的推迟 政府表示将仍然保证家庭和企业过冬能源价格 但是不会承诺在明年开春后设定价格上限 该声明有助于缓解周一金融市场的恐慌 英国政府债券回升 英镑攀升了1.2%至1.13美元 与价格走势相反的30年期 英国债券收益率在上周升到5%以上后 降到了4.37% 十年期的借贷成本跌至到4%以下 这些举措意味着首相Lynne Strasse的 迄今政策被彻底的否认 她的政策旨在通过削减税收和增加贷款 来促进经济成长 那么自9月底公布的减税计划以来 Trust政府受到投资者和其他保守党成员的巨大压力 虽然她已经收回诸多措施 但包括削减高收入所得税的计划 还没有能够重振市场的信心 上个星期五 Trust解雇了他的前任财政大成 这个是科瓦腾 并且恢复对企业大幅加税 这些举措都没有办法 让担心政府财政状况的投资者满意 好那么中国二十大已经圆满结束 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中国已经决定以更快的时间线来进行统一台湾 他还表示如果台湾因为海峡贸易中断 世界将受到很大的伤害 如果台湾芯片工艺中断 全球将面临经济重大问题 星期一布林肯出席了Stanford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一次活动时表示 近年来北京对台湾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周日开始中共召开二十大习近平发表演讲 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再次强调不排除动物 也拒绝外部势力的干涉 并且宣称要加强军事现代化 习近平说虽然和平手段可取 但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择 布林肯说数十年来 美国两党政府对台政策是秉承两岸分歧 因和平解决 实际上直到最近这项政策都十分成功 处理得当以避免冲突 因此台湾人民获得真正的繁荣 不仅自身生活受益 也为世界做出许多贡献 他接着说近来北京对台湾的态度发生改变 不再接受现状 布林肯表示北京做了根本决定 现状不再可以接受 决心在更短的时间内进行统一 如果和平方式做不到 就会采取胁迫手段 若胁迫手段不起作用 就可能采取全方武力的手段 以达到目标 他说这就是深度破坏现状 并且造成极度紧张的原因 布林肯没有详细说明时间 或是提供其他的细节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国几项最新的民调显示 在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之际 共和党的支持率已经重新超过了民主党 对于在11月份的大雪中夺回众议院控制权 共和党一直充满信心 而对重新掌控参议院 共和党在前段时间似乎不太乐观 但最近的民调显示 该党已再次处于优越的位置 纽约时报的Siena College 对792名登记选民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 在预计的大选投票中 共和党有四个百分点的优势 大约49%可能选民表示 他们将支持共和党国会提名人 而表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只有45% 该民调在10月9号到12号期间进行 误差的幅度为正负四个百分点 这个标志选情与9月份相比 已经发生转变 当时民调发现民主党 有一个百分点的优势 哈佛大学政治研究中心Harris Paul 在10月12号到13号的调查中 也发现共和党可能选民中 以53%比47的优势领先民主党 在所有的登记选民中 共和党和民主党各占一半 这与9月份的情况不同 当时民主党多于共和党人 两者之比例为51比49 那么CNN上周的一项民调 同样显示 共和党是以48%比43领先民主党 福克斯新闻的调查是 44%是民主党对41% 与9月份的相比没有变化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觉得如何 不过美军是觉得真正要是选举的话 可能共和党这一次领先的比率 还要多出许多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到底现在沙悟地和美国之间的情形是如何 那么我们都知道 拜登以及他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呢 因为沙悟地表示即将在近日减产他们的原油200万桶 每天减产200万桶 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原油价格 以及通货膨胀 因此民主党议员建议 美国要重新审视和沙悟地阿拉伯之间的友好关系 甚至威胁是否要完全停止销售武器给沙悟地阿拉伯 或是对沙悟地阿拉伯进行任何的保护 那么在昨天沙悟地阿拉伯王子的一个应该是 也是一名王子 他是跟现在的 Crown Prince Muhammad bin Salman的一个亲戚呢 他专门发表公开演说指责拜登总统和美国 他们表示沙悟地阿拉伯从来不接受任何国家的威胁和指控 他说沙悟地是从这个圣战和martyrdom 应该就是战死 应该是为他们的信念所带有牺牲的精神 那么因此他说 这一个讯息呢 是给所有任何想要来威胁沙悟地阿拉伯的人 主要是针对拜登政府 那么现在不晓得拜登政府和民主党议员们要如何回应 现在这个沙悟地一个非常直接而且非常负面的反应 那么总之可以看出来 当美国持续的要用其他方式来惩罚沙悟地阿拉伯 而一方面又需要他的原由的支持的时候呢 势必美国将会走上一个非常危险的途径 那就是沙悟地很可能会更加的与中国和苏俄合作 最后将美国的这个美元系统从沙悟地的这个油价 以他的原由来做美元支撑的这个系统完全剔除 好的 那么最后一则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有关这个伊朗马斯克的消息 美国媒体Politico在昨天引述了两名参与政策讨论的美国官员说法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资助世界首富伊朗马斯的新链卫星网络服务 网络服务有助于恢复饱受战乱的乌克兰当地通讯设施 那么营运新链Starlink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与美国国防部都没有立即回复路透制评的请求 伊朗马斯克曾在14号表示 他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没有办法无限期的资助乌克兰新链网络服务 那么当时美国国防部呢并没有表示将会协助 而当马斯克说出了自己无法无限期免费资助乌克兰之后呢 马上收到许多各方的抨击 那么因此呢他隔天又改口说 尽管一直都在亏钱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将继续为乌克兰新链服务提供资金 俄罗斯2月24号 回军入侵乌克兰之后呢 乌克兰的科技部的部长就表示 在2月26号要求伊朗马斯克提供乌克兰新链基地台 以及卫星网络的服务 那么到底是否美国国防部现在知道 伊朗马斯克有经济上面的困难 不愿意无限期支持 究竟这是一个属于国家级的设施 不晓得是否美国政府这会儿真的应该出面了 而不再让私人公司来承担所有的负担 好的亲爱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这个翻译编辑播报 美国以及世界的重要新闻 在这边特别感谢大纪元和世界日报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